好消息,咱河北的科技红娘有职称了! 您可能要问了,职称我知道,科技红娘是个啥? 其实啊,就是技术经纪人,红娘只是一种形象的说法, 因为他们一头连着科研团队的研发成果, 一头连着社会的技术需求,通过他们的牵线搭桥, 可以成就美好姻缘,让创新成果尽快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。 最近,河北新闻联播就报道了加速科技成果转化的新闻, 而在咱河北,光从事技术转移转化的人才就有6000多人, 他们属于新职业人群,急需得到社会的认可。 只有社会认可了,从业者才有积极性,队伍也才能更壮大, 让科研成果与市场需求实现高效衔接, 从而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,而平职称无疑是得到认可的方式之一。 于是,在省职改办的授权下, 省科技厅组织了咱们省的首次技术经济专业职称评审。 从这次评审的结果看,要想取得这个职称, 除了必要的量化指标外,主要是更看重实际。 职家庄从事技术中介工作的小伙赵少坤, 在业内打拼了7个年头,因为个人业绩突出, 这次成功获评终极职称。 其实啊,北京天津已经有技术经济专业职称了, 这次在河北也设置这个职称后, 就实现了金经济3D在技术转移人才培养, 合同登记员培训, 职称评审等工作上的协同, 能让这三个地方的技术、资本、市场、 人才等资源更快地流通起来, 进一步推动咱河北经济的创新发展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